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負責任 熱血君 之前熱血君已經製作過 功夫旋風兒一到五部的講解 還沒看過的人請點擊右上角收看喔 感謝大家的支持 功夫旋風兒的故事終於來到了第六部樂團篇 主要登場的新角色是史蒂芬派伊 熱血君查了一下Google 他目前已經64歲 在2002年還有發售專輯 仍然活躍於樂團 其作品 For the Love of Good 在《吉他世界》雜誌 被讀者投票為100首最佳吉他獨咒中的第29首 樂團篇在格鬥漫畫中史屬異類題材 雖然粉絲們無法從漫畫感受吉他音樂的震撼 但志田老師實力雄厚的寫實功力 仍以複雜又井然有序的速度線 融合精心刻畫的背景 也能讓大家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視覺饗宴 相較專門描繪樂團漫畫的漫畫家 其畫功優勝劣敗 熱血君也在此貼出來比較 交由各位自由行政 功夫樂團本就八竿子打不著的題材 作者卻完美地把功夫元素融入在音樂之中 毫無違和感 至於如何表現 就請聽熱血君娓娓道來 第六部樂團篇 範圍是單行本第36集到第41集 全國高中武術大賽篇結束不久後 馬尤美按照慣例送宵夜給龔太郎與狂死狼享用時 龔太郎正在播放兩人中學時期 在校慶搞樂團表演的錄影帶 隨後也到現場的狂死狼 有事請拖這小兩口 一同到國際機場去接機 因為龔太郎父親的好友打算要來日本遊玩 大家來到新東京國際機場後 狂死狼才透露出找麻油美當美語翻譯的企圖 因為他怕要是美國來的客人長得太英俊 友誼龍就會被拐走 不過狂死狼的擔心是多餘的 來的客人是一個身著龐克裝 搞搖滾樂留著長髮又敘湖的中年大叔 本以為認錯人的狂死狼等三人 才在陌生大叔彈出洪亮的吉他聲中 得知他就是龔太郎父親的好友 名叫史蒂芬派伊 由於日語發音困難 派伊就用吉他發音來代替 志田老師解釋這個靈感是來自日本 當時有個會用吉他來說話的樂手 叫做羽田一郎 並不是自己瞎掰的 現在已經是名作曲家 總之有彭志遠方來 狂死狼當然是以他最拿手的宴會絕技來招待客人 就是尼斯湖大水怪 大家沒想到的是 狂死狼的變態藝術 美國來的派伊竟然非常喜歡心情愉悅 要是有在洗澡時偷偷練習的朋友們 請記得到下方留言區自首啊 派伊為了答謝日本朋友們熱情的演出 便立馬彈奏吉他給在場的所有人欣賞 派伊彈奏的群幕中包含著寧靜悲傷以及懶洋洋的旋律 但下一個瞬間卻突然變調 手指頭在紙板間迅速移動 就像吉他在嚎叫著有如狂風暴雨般 一旁的馬美驚訝到 整天只懂練舞的公太郎 竟然會被派伊彈奏的吉他給感動得淚流滿面 待宴會結束後 睡不著的公太郎腦內卻一直不斷回想著派伊先前的表演 就好像是變魔術一樣 創造出奇妙的音樂 深深地吸引著聽眾的心 於是公太郎下了個決定 他一早就拿著胖子當作學費 貴弱派伊能夠教自己吉他 不過被派伊狠狠拒絕的公太郎 在上學途中與馬爾美分析原因時 這才想到派伊已經是中年大輸了 高中生馬爾美的胖刺果然是不符派伊的口味 只好去拜託尤立龍老師幫幫忙 但後果可想而知 馬上就被狠狠地教訓一頓 想不出辦法的公太郎 只要按照馬爾美指示 放下身段再次懇求派伊能夠收自己為徒 不過這次令馬爾美想不到 公太郎都如此放下身段了 派伊還是堅決不可答應此事 馬爾美只好私下找派伊談談 或許能夠有挽回的機會 當他再次來到派伊的房間時 卻發現派伊正非常專心地看著 公太郎與馬爾美 國中時期原油會樂團表演的錄影帶 並且手指很專心地隨音樂旋律打著拍子 派伊隨即為表演下了個評語 在這麼差的表演當中 公太郎彈吉他時 根本不管別人的拍子是否正確 卻是唯一節奏沒有出過錯的 也因為這樣 整體才會顯得格格不入 更像馬爾美斷言 公太郎有一種天生的韻律感 儘管如此 自己已經不會再教任何人吉他 因為被他教過的人都會遇到災難 於是隔天早上 馬爾美只好把原因告訴 正在院子裡練功中的公太郎 還發現他整晚沒睡都在練吉他 所以現在眼睛不滿血絲 就連看馬爾美的胖子都是黃色的 然而公太郎卻不會因小小的挫折放棄 他再度找上派伊想要一決勝負 要是派伊認可自己接下來的吉他表演 就要收自己為圖 公太郎這次下了血本 他拿了一把FR120改造吉他 上面有PU的特殊裝置 這是迪馬吉公司的超級產品 再加上兩台張希希的收音機 放出的聲音一定更加震撼 伴隨著吵雜的噪音響起 派伊很快就聽出來公太郎所彈的 是自己演奏的歌曲 得意的公太郎隨即向派伊表示 精彩的表演才要開始呢 話音剛落 公太郎運用自己長期鍛鍊出來的直立 使出必殺超級豪華壓弦的彈奏法 不斷提高音程 從三音逐漸拉到五音 此招讓派伊驚嘆連連 因為五音壓弦 如果手指力量不夠強是不可能辦到的 但是弦卻承受不住公太郎強而有力的直立 瞬間全速斷裂 派伊看在公太郎如此努力的份上 便在他更換閒時稍加指點 希望公太郎練直立的同時 也要好好斷裂靈活的腕力 不過派伊客氣地表示 這並不算自己答應收公太郎為圖 剛剛的比賽只能算是平分秋色 另一方面本編的主角伊美翔也在此登場 他豪快地拒絕水泥火柴樂團主唱的邀請 成為他們的吉他手 彈奏技巧超高的他 很直白地吐槽對方所演奏的歌曲 聽到耳朵差點爛掉 就連30秒都撐不下去 打不下人的主唱 立馬聯合團員將響壓制 打算把響的手廢掉 讓他永遠無法彈吉他時 索性路過了公太郎出面解圍 瞬間就把主唱以及樂團成員們打得落荒而逃 公太郎本以為自己英雄救美後 接下來就等著眼前的美女線紋 卻突然遭受響的偷襲 公太郎反射性地朝他老二踹上一腳後 再加上隨後而來的馬爾美告知 原來躺在地上的人是國中同學伊美翔 公太郎這才想起 國中時辰拜託響教自己吉他 可愛與響屢屢不同意 公太郎也只好晚上闖入響的家中 替響換上女人的內衣拍照作為威脅 要是響不答應的話 自己將會把照片散佈出去 響迫於公太郎的淫威之下 也只好不得已教他彈奏吉他 可拿想到想穿女人睡衣的照片 還是被貼到學校公布欄遭全校私生辭校 雖然公太郎不以為意的解釋 是自己掉在路上 不知被哪個王插彈撿到 跟自己無關時 路過的派伊隨即出面制止兩人的爭吵 當然洛基的想想要報仇是不可能的 只有被公太郎玩弄的份 這時響卻一言認出 眼前的人是自己的偶像史蒂芬派伊 驚訝不已的他本以為是幻覺 但是在派伊以淒厲的彈奏聲 正非公太郎家的指門 試圖阻止公太郎繼續欺負想 想才如夢出行般 確認真的是派伊出現在自己面前 不過就連派伊都誤認想是女性了 可派伊卻當場否認自己並不是他所認識的 曾經加入數個合唱團的頸尖吉他手 史蒂芬派伊只不過是同名同姓而已 無奈的想也只好與麻油美回到公太郎的房內 並且告訴他們自己不會認錯人 還述說著認識史蒂芬派伊的經過 請一次想小時候去唱片行找一張好幾年前發行 明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專輯 由於那時候派伊所出的專輯名稱 與想要找的一樣 正好名字的地方被價碼標籤貼住了 所以因錯央差買到派伊的專輯 既然包裝已拆無法退貨 想也只好邊哭邊聽 卻反被派伊所彈奏的樂曲給震懾住 隨即肅然起敬專心聆聽 這段時間 想腦海裡所認識的歌手名稱全都忘得精光 史蒂芬派伊從此成為他的偶像 所以想認為自己對派伊的熟悉是絕對不會認錯 然而就在此時 不想聽想碎碎唸的公太郎 以單音彈奏出好聽的音樂 馬上就被想認出 這就是派伊所發售過的專輯 這下派伊只好承認自己的身份 公太郎也趁機向想敲竹槓一番 向他索取派伊的握手費以及簽名費 但是毫不意外的 就算是翔的請求 派伊還是斷斷拒絕收任何人為徒 翔也只要把自己所有家當以及睡袋 全都搬到公太郎家中 死皮賴臉不走 打算做長期的戰鬥 就是希望自己心中的神 派伊能夠收自己為徒 可不爽的公太郎 隨即就把翔趕出家中 還將他所帶來的吉他 以及專業音響全套設備全部充公 直接在大月子中好好彈奏一番 儘管一旁的馬爾美不斷 制止公太郎製造噪音 擾亂社區安寧 公太郎卻一點都聽不進去 他粗暴地拔掉吉他電源 馬上表演從英格維納學來的必殺技 必殺回旋好好耍帥一番 但吉他承受不住公太郎如此粗暴的舉動 隨即被帶與吉他分離 直聽聽地插入昂貴的擴音器 這下公太郎直接認慫 只能免費讓翔居住在自己家中 扣抵擴音器的維修費用 由於受重傷的擴音器 維修費非常昂貴 翔也只好主動答應 接受之前拒絕的水泥火柴邀請 到大人物餐廳演奏賺取維修費用 可由於想彈奏的吉他 相較其他樂團成員來說 好聽到可不止一個檔次 還搶走了鼓手控制整首歌旋律的主導權 由於實力有非常大的差距 所有團員只能配合想表演 直接搶走了主唱的風采 待主唱意識到時 才驚覺台下所有觀眾 全都注視著想的表演 直接把其他人晾在一邊 不管主唱如何努力 都不怕挽回已經被台下觀眾當成空氣的劣勢 這才是想為什麼一直以來沒有組樂團的原因 因為他有個外號 被人稱為主唱殺手的男人 雖然台下觀眾們非常熱情呼喚響的表演 不過聽在空太陽耳裡 卻讓人感覺無比的孤獨 直到表演結束後 在休息室裡淚成一團的水泥火柴團員們 心甘情願的認輸 主唱知道外面觀眾們雖然失聲劣費的不斷喊著Ancle 但他們只是要想出來單獨solo而已 響也理所當然知道會有這種結果 這樣的情形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 只因響的吉他是強如暴風雨般的音樂 會讓實力不足的音樂工作者失去音樂的生命 在日本已經沒有能夠跟得上響技巧的人了 對響來說是無比的估計 台下的潘一看到響如此精彩的表演 終於按耐不住激昂 也決定上台與響好好演奏一曲 潘一這次改談貝斯 並請託龔太郎擔任鼓手 因為他天生就有得天獨厚的節奏感 只要潘一稍微指點一下 龔太郎很快就抓到了打鼓的訣竅 並且得心應手 就連懷疑龔太郎無法升任的響都無比震撼 於是在潘一去風般的貝斯 與龔太郎強而有力的鼓聲帶領之下 好久沒有如此興奮的響 終於露出久違的笑容 好好曾經在自己理想中的音樂表演當中 待整場表演結束後 潘一隨即點出響 吉他功力一直無法突破的原因 因為好的音樂 是需要有好的拍子還有旋律配合才行 而龔太郎的節奏感 可是幾乎到了完美的境界 讓響幾乎不可置信 它是音樂的門外汗 再加上潘一沒有雜音優異的技巧 不斷從貝斯中湧出加乘之下 以及潘一所提及最重要的關鍵 那就是一起表演的樂趣 在享受樂趣的心情下表演 才能使實力發揮到百分之百 就這樣時間來到了一日 龔太郎在到場 配合著錄音機所播放的搖滾樂節奏練功時 發現到響竟然躲在外面偷看 龔太郎這才告訴他 小時候復興常說 武術也是旋律的一種 志田老師也很好運用這個元素 將這本格鬥類型的漫畫完美融合到音樂裡 可令龔太郎外面想到的是 自己在澡堂裡泡澡休息期間 響竟然靜置闖路 想要與自己博感情 認為響在搞Gay的龔太郎 也不管有沒有穿衣服 只能在毛美面前裸體逃竄 拼命逃離響的死殘爛打 儘管龔太郎一直不願表態 響還是拼命黏著他 希望能夠用誠意打動龔太郎成為鼓手 龔太郎被殘到煩了 只好告訴響 因為打鼓一點都不吸引人注意 所以並不覺得好玩 為了能讓響早點死心 龔太郎可以在溜滑板時做出極限運動的技巧 只要稍有差錯就會摔個粉身碎骨 令龔太郎沒想到的是 響為了能讓自己音樂上的噪音 能達到更高的境界 竟不顧自己的生命 為的就是要模仿龔太郎的動作 所幸龔太郎在想即將摔死之前即時抱住他 並被響抱著必死的決心 要彈出快樂的音樂所感動 決定放棄玩吉他擔當起鼓手的重任 但兩人在大庭廣眾之下親密的抱在一起 也被校內的同學們看在眼裡 龔太郎和響搞Gay的謠言 也就在校園中迅速傳開 為了要讓門外和龔太郎盡快惡補鼓手各方面的姿勢 想隨即帶他到自己經常光顧的樂器行 加油店長傳授 打鼓各方面的基礎與細節 由於龔太郎有練舞的底子加成 所以肢體動作與體力各方面都協調得很好 很快就進入了狀況 但店長卻發現到龔太郎始終沒有敲螺 因為龔太郎還不太會掌握力道 隨便拿鼓棒一敲就把螺給敲裂兩片 龔太郎這才回想起 主管為何派一要自己不要敲螺 原來他早已看出自己的問題 既然知道龔太郎目前不足的部分 店長便悉心地教導他 如何敲螺才能夠發出美妙的聲音 龔太郎才看了幾秒鐘 很快就學會整套鼓劇的用法 這讓店長驚覺不可思議 龔太郎有天生的打鼓天分 翔也再一次地隨著鼓聲 陶醉在心中完美的音樂演奏之中 就這樣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非常迅速 一眨眼就來到了黑夜 派一聽完麻油美今天在樂器場發生的事情後 他十分認同店長的看法 龔太郎是個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 不過接著來到浴室裡洗澡的龔太郎卻認為 相較之下自己不得不承認 翔才是音樂方面真正的天才 與此同時 翔又再次衝進來與龔太郎一起洗澡 出於無奈之下 龔太郎只好第一次使用他的絕技 旋轉中心腳擊垮這個變態 兩人也就在這尷尬的氣氛中 結束男子漢間身心上的交流 接下來翔為了組成樂團 只好硬著頭皮找上了派一 因為不管怎麼思索 派一才是他心目中最適合的人選 令大家跌破眼睛的事 沒想到他很快就答應了 因為派一也厭倦一個人的音樂 只要不收徒弟即可 終於組成樂團的翔 龔太郎與派一 馬上就驅車到樂器行老闆所經營的山中小物做集訓 裡面不僅有溫泉岩石浴室 外面還有露天的溫泉 翔與龔太郎便在蠻美開心的做料理期間 先到岩石浴室裡洗澡 由於接下來發生了事情 此度方面會讓YouTuber黃標 只要了解龔太郎使出了可以客製回轉中心腳的絕招 空口皆白刃 這種噁心的畫面 就連志田老師也畫不下去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 派一分別替翔以及龔太郎做加強特訓 並且編寫屬於大家的曲子 但令麻油美想不通的是 這麼棒的派一老師 為什麼會離鄉背井來到日本組業餘樂團 儘管派一表面上很開心 但私底下一個人休息的時候 派一卻不由得害怕自己這樣做 搞不好會連累龔太郎與翔 場景接著切換到遙遠的洛杉磯LA 有個渾身上放出傲嬌氣息 喝著酒的白人男子凱撒 正看著翔與派一 之前在大人物餐廳公開合演的錄影帶 甚至捏碎酒中的玻璃杯 可以感覺到他非常的憤怒 為了消除心中的怒氣 他隨手靠了一拳 打中旁邊服侍他的光頭下屬鼻樑 詢問他什麼時候可以見到派一 還順便要光頭腦調查一下翔的底細 為何這麼年輕就能夠把吉他彈得如此之好 莫非就是派一所教出來的 另一方面 他玩的龔太郎 卻因為一直脫光衣服跑去泡溫泉 所以發燒得了重感冒 翔為了要讓龔太郎病情能夠盡快好轉 便像吟遊詩人一樣拿起吉他演奏著柔和的旋律 沒過多久 龔太郎就呼呼大睡起來 但他腦內還是盤算著 馬尔美會撩起額頭 檢查自己有沒有感冒時 偷偷奪走他的粗吻 卻沒料到 翔替馬尔美這樣做了 這下被奪走粗吻的翔 被龔太郎傳染的重感冒 不過馬尔美請來的無敵怪醫 卻向大家說明自己診斷的結果 翔的新病反而是比較嚴重了 然而龔太郎病毒感染力非常強大 怪醫離開後不久 除了龔太郎之外 所有人都得了重感冒 只好讓大病出癒的龔太郎細心照顧 由於帶了食物消耗的也差不多了 龔太郎只好與派一搭車到山下採買食物 由還未痊癒的想留下來照顧馬尾美 但就在唯一能打的龔太郎與派一離開期間 終於來到日本的光頭老 甚至還帶著一匹黑手擋殺手 開著黑頭車準備來到山上幹掉想 待龔太郎與派一採買結束 準備回到車上期間 卻遇到一個麻煩的歐郎布拉克 在停車場擋住他們的去路 看來派一跟他早已熟識 歐郎苦勸派一快點回到凱撒身邊 不要逼自己動手就不好了 不過派一顯然是不想回去 既然如此 歐郎只好執行凱撒下一個命令 就是詢問想的事情 聽到歐郎如此詢問 派一立馬大發雷霆 撇清於想的關係 龔太郎為了協助派一脫困 只好主動與歐郎打身照面 打量打量他的實力 兩人比拼握力之下竟然平分秋色 歐郎也只好先踢腿發動進攻 打算以他最上場的武術 巴西戰舞卡布拉 期望能夠迅速擺平龔太郎 令歐郎沒想到的是 龔太郎並不是容易對付的角色 這下他只好動真格 帶其耳機配合播放音樂的節奏 跳起戰舞 大意的龔太郎未聽派一勸告 隨即遭受對方旋踢攻擊摔倒在地 吃過虧的龔太郎再也不敢大意 很快就調整好狀態 接連閃避對方淋力推計 雖然嘴角稍有損傷 但龔太郎很快就抓到對方的進攻節奏 按照拍子不斷閃避 導致歐郎的進攻接連受挫 與此同時 帕一開著車刻意朝歐郎衝撞 藉機支開敵人 要龔太郎快點回山上小屋救人 因為帕一知道 想即將要有生命危險 當帕一載著龔太郎往小屋回城期間 訴說著歐郎的來歷 他可是世界排名前五名的鼓手 會跟他認識 是因為兩人曾經參加過同一個樂團 而山中小屋這邊 光頭佬帶著一群黑手黨小弟 準備要對翔羽馬有美動手時 索性龔太郎趕了回來 凌空一踢 率先解決想要對馬有美不利的小弟 隨後趕來送食的雜碎們 也在龔太郎俐落的身法之下 很快就被KO全滅 但大意的龔太郎 正準備要招呼叫說殺人的光頭老實 之前被打倒的小弟 卻撿起玻璃碎片想要搞偷襲 想情急之下 趕緊把龔太郎推開 但左手因此遭受重創 恐怕再也無法彈擊他了 看到好友受傷 龔太郎真的發怒了 他先把踩在小弟腳底下的棉被用力掀起 再狠狠的一腳朝對方肚子踹過去 由於用力過猛 敵人一整個從二樓陽台掉落到一樓空地 黑手黨成員自知打不過 只好拿出噴子準備幹掉龔太郎時 突然一顆石頭破窗而入 打中拿槍者的腦袋 再加上龔太郎隨即補上一腳 這下光頭老帶著小弟們全都被擺平了 總算趕到二樓的派一 看到想左手受傷突然暴怒 便狠狠的使出超派鐵拳 招呼在光頭老的鼻樑上 在場的眾人也都因此嚇呆了 刺殺事件結束後 攻太郎等人把想帶到山腳下的診所醫治 索性傷勢並不嚴重 三個星期就能夠恢復 派一則非常愧疚的向想道歉 並表示自己沒來日本就好了 原來凱撒童年時 邀請過派一教自己吉他 更認為派一的演奏吉他是神的音樂 正因如此 愚蠢的人是沒有資格繼承神的音樂 所以只要有一個繼承人就可以了 而那個繼承人就是自己 派一本以為凱撒的話只是同言同語 並沒有較真實 卻碰到黑手黨把自己的學生們 一個個將手弄殘廢 所以派一便一直活在凱撒的陰影之中 不敢再收任何徒弟 就這樣時間來到了晚上 終於能夠出院的想 回到公太郎家準備找派一時 卻發現派一早已收拾行李 默默離開公太郎家不見蹤影 想將派一留下來的告別信交給大家查閱 才知道派一為了不想再有人 因為自己受到傷害而離開 不過能夠與公太郎想演奏最好的音樂 是自己人生中最快樂的事 於是時間匆匆過了兩個星期 大家依然找不到派一的下落 不過一旁正在收看電視的媽媽妹 卻發現節目上正介紹外國金屬樂團 也是美國樂界的明日之星皇帝凱撒 他氣勢如虹 彈奏出淒厲的音樂 還有手速極快的執法 更是驚呆了所有人 想著馬上聽出凱撒正在彈奏派一的音樂 儘管都是演奏同一首歌曲 凱撒演奏的感覺根本完全不同 他的音樂太冷太銳利 就像寒冷的冰一樣 派一老師的吉他則是溫暖愉快 可是沒過多久 派一就出現在凱撒身後 這讓想當場錯愕不已 他一點都不明白 派一老師想要的是快樂的演奏 為何會加入根本彈不出快樂曲子的樂團 但想現在手以受傷無法靠演奏賺錢 也只好暫時歸在樂器行老闆那 當工徒生賺機票前 去美國找派一問個明白 工太陽薪資想賺這點錢是緩不忌急 於是他提出了收主意 到地區中國玫瑰開設的一洋人俱樂部 只支援當陪酒 就在想準備施生於客人的魔爪時 工太陽驚訝的發現 前幾天來找他麻煩的歐郎竟然也來到這裡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工太陽隨時歐郎敬了杯酒 雖然力道有點大 不小心將酒杯打破 還差點誤傷歐郎 但歐郎還算講武德自己是不打女人的 所以就不計較此事 老闆娘洪美知道歐郎誤會大了 隨即跟他解釋這裡是間陰陽人俱樂部 歐郎才知道自己來錯的地方 因為他不搞GAD 然而老闆娘已經先出手教訓工太陽 歐郎也不好意思鬧事 辛吉趕來的想再度教訓工太陽後 便請教歐郎為何帕一會加入皇帝樂團 歐郎並不迴避問題 很爽快地告訴他 帕一是為了保護你只好回到凱撒身邊 更告訴想 凱撒是黑手黨拉迪利家的繼承人 他的佔有欲非常強 認為自己才是帕一唯一的繼承人 這也是帕一的幸運也是不幸 還在準備離去前 告知工太陽打的鼓一無四處瘋狂到極點 並大方地送給他一卷卡帶當作飯本之後 瀟灑地離去 時間來到了一日 想一如往常來到樂器廂上班期間 凱撒竟然特地坐車來到店裡 他刻意拿起店裡最貴的鎮店之寶吉他 在韓面前演奏一曲 雖然高超的執法 照樣迷倒在場來追星的歌迷們 但韓還是認為凱撒彈奏的曲子太過冰冷 當演奏結束後凱撒立馬向小放話 自己跟帕一一樣是天才 所以兩人互相合作吸引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 但不知死活的想 卻在凱撒準備離去時 反向他浪費了帕一老師的才能 由於凱撒答應帕一不再對響出手 所以只好一拳尻爆手下鼻梁示威之後 便隨即搭車離去 他認為黃毛猴門是贏不了高貴的白人 樂器行這邊 想在準備打掃錄音室時 驚訝的發現 龔太郎打的鼓竟然跟以往叛諾兩人 經過仔細的詢問之下 才知道是聽了偶狼給的錄音帶的關係 這卷錄音帶裡 蘊含著偶狼最原始純粹的鼓聲 就連想聽的都痴迷了 龔太郎也不得不承認 偶狼在鼓的造詣上比他高出不只一籌 場景接著切換到應援團 路都點上告訴龔太郎 最近聽到一些關於他的奇怪傳言 還弄了個凶貴的照片給他做測試 因為外面都謠傳龔太郎在搞GAY 不過看來謠言是不攻自破 一旁的後白太郎更指責他最近太過散漫 得了全國冠軍就自得一滿 為了要龔太郎做好全校私生的榜樣 所以今天得要好好教訓他將龔太郎拉回正軌 然而早已淪為搞笑角色的後白太郎 早已不是龔太郎的對手 完全抓不到龔太郎的進攻節奏 龔太郎更在臨走前告訴後白太郎 他的節奏感太過緩慢根本就是民謠 要是不偶爾聽聽搖滾樂 否則會跟不上自己 隨後來找龔太郎的想 則是請托在場眾人幫個忙 因為他要在凱撒舉辦演唱會時來個正面對決 路斗點善聽完響的請求之後 直接帶大家來到日本大巨蛋 也就是凱撒舉辦演唱會的地方 原來此次活動 就是點善老人家的電視台所舉辦的 雖然錢大都被凱撒賺走了 但是他喜歡偶爾的鼓音不差這點錢 不過聽了派A余響最近發生的事情後 自己的想法也有了改變 他決定要幫助響破壞音樂會 利用音樂摧毀凱撒的自信 讓他完完全全站不起來 就這樣演唱會的時間終於到來 所有來聽音樂會的觀眾 都被凱撒完美的彈奏氣勢給震懾住 但是他不知道 有個即將改變自己命運的人 正虎視眈眈的坐在台下 等待時機出手 凱撒與派A再加上偶爾美妙的組合 令聽眾們無部驚嘆連連 不需主唱也能夠表演得非常精彩 當演唱會的場子被炒熱之後 真正細肉的凱撒Solo表演即將展開 然而傲嬌的凱撒 以為只要拿出一成功力 就可以隨便敷衍台下這群黃毛猴子 突然有個跟他彈奏曲目如出一側的聲音 響策整個會場 果然如凱撒猜測的一樣 那就是台下的主唱殺手響 後台的工作人員 整連忙找尋將響的吉他與擴大機 給切斷連結的辦法 不過這是不可能的 另外公大王與路斗點善 早已對演唱會的擴大機動了手腳 點善更表示 他看到響這位年輕人對音樂的執著 所散發的氣魄 是連一流武術家也不見得會有的 這非常像年輕的自己 所以想幫助他 舞台上的凱撒 看到響竟然不自量力 公然挑戰自己 隨即將功力吹到兩層 撥弄彈片之快 甚至出現了殘像 幾乎看不到右手動作 然而響卻處之泰蘭 立馬就趕上凱撒的彈奏速度 這讓凱撒頓時有點大吃一驚 黑手打殺手們 只在觀眾席不斷找尋鬧事者的身影 卻被後擺太郎 帶著點善的私人部隊 全數給制服 因為點善有交代 絕對不能讓任何人妨礙 想與凱撒一對一決鬥 儘管如此 後擺太郎還是認為 中島美雪的歌才是最棒的 另一方面 後台的黑手黨成員們 正早尋想無線電經收器時 供太郎隨即拿出金屬骨棒 三下五除二便輕鬆解決這些脫台前的雜碎門 與此同時 台上的凱撒 已經把功力吹升到五層 手指快速撥弄弦的動作 甚至冒出人夜的氣勢 不過如此複雜的執法 對響的功力來說還是能輕鬆以對 操作能夠打擊凱撒的氣勢 那他的想法實在是太天真了 一旁看在眼影的派伊 正替想捏了把冷汗 凱撒的實力永遠在想之上 他還沒有用盡全力彈奏呢 而後台這邊 歐朗終於掃帳了公太郎 他與凱撒準備拿出真正的實力 要一舉擊垮眼前這兩位愛式的黃毛猴 歐朗一如往常戴上耳機後 隨即使出卡布爾拉淋綠的腿法 踢得公太郎幾乎無法招架 更因為歐朗天生運動神經與力量素質 高尚黃總人不止一籌 踢得公太郎差點暈厥 還好金屬骨棒吸收不少衝擊力 公太郎才不至於被秒殺 不過公太郎也不會乖乖坐以待斃 他趁歐朗準備第二波攻勢期間 趕緊抽動腳下的電線擊傷歐朗的眼睛 加上一技強而有力的側踢還擊 總算是扳回一層 本打算再補上一腳KO對手的公太郎 卻反被反應過來的歐朗 擋住這決定性的一擊 更以一招掃躺腿將公太郎身形盪歪之後 接連使出變幻莫測的腿法 讓公太郎差點櫻沟裡翻船 打到這裡大家一定有疑問 為何早已學會百人拳的公太郎 怎麼不實用出來一招秒掉對手 因為公太郎對認可的對手有個堅持 就是以對方的招式破對方的招式 所以公太郎正以卡布爾拉的腿法還擊歐朗 這樣一來決勝的關鍵就在誰能打破對方進攻的節奏 可想這邊戰況並不樂觀 凱撒拿出不到七成的功力 就已經讓想疲於應對 歐朗則是打算動真格殺死公太郎時 路斗點餐突然用英語跟他溝通 他們祖先所創出的卡布爾拉 是用來打倒白人政府支配的武術 甚至不惜犧牲生命 但是歐朗卻被白人支配替凱撒做事 這是猶如卡布爾拉這門武術 沒想到公太郎卻在這時不講武德偷襲歐朗 更以一套華麗的連續腿法 總算踢得歐朗鼻血狂噴 良心未靡的歐朗這時才發現 路斗點餐剛才的指責 已經嚴重影響自己的內心 戰鬥的旋律感已經遭到了破壞 儘管如此 公太郎也討不了太多的便宜 還是被歐朗揮拳擊傷臉部 這下公太郎終於了解 卡布爾拉也有手的技巧 他立馬懷疑顏色 以連續快拳縱轟歐朗 再加上北斗百裂拳的猛烈攻勢之下 總算將歐朗幹趴在地 公太郎接著跟歐朗說到 他剛剛戰鬥時所使用的節奏 就是歐朗當初塞給他的錄音帶群務所提供的 點善老人家接著向公太郎邀功 要不是自己先前的一番話 擾亂歐朗的節奏 他99%會輸的這場對決 不過公太郎並不想承認就是了 接下來就剩下想與凱撒這邊的戰鬥 凱撒拿出十成功力 彈奏如皇帝般均臨天下 傲視整個世界的氣勢 這樣想淨顯疲態 已經完全分辨不出凱撒變幻莫測的執法 就在他即將屈服於惡魔般淒厲的聲音時 一連串緩慢柔和的鼓聲 狠狠撕裂了凱撒所營造的極寒冷烈的氣場 偶狼聽了以後這才發現 公太郎想以慢打快 藉著慢版的敘事曲 打算把翔拉回主場 派一則是希望翔能夠及時醒悟 太過注重技巧 是以不了功力比他高出許多的凱撒 翔果然不負派一的期望 他聽到公太郎所敲擊的鼓聲 很快就想起 這是自己在公太郎重感冒時 特地為兩人的友誼所創作的歌曲 於是他趕緊配合公太郎的節奏 改變自己彈奏的執法 不再一昧追求技巧 與公太郎柔和又溫暖的聲音融合在一起 這下翔已經不再迷失於技法之中 進入不在乎輸贏 只想要與夥伴們快樂地享受音樂 這也是帕一一直想要追求的境界 就這樣所有人都在緩伴的節奏之中 與大自然還有所有人的心 溫柔地融合在一起 所有的觀眾們 也被這股幸福的旋律所感動 認為凱撒先前彈奏的音樂 給人的感覺太過於尖銳 無法打動人心 讓人感覺不寒而栗 面對如此溫柔的音樂 就連凱撒也認輸了 他隨即一拳尻爆即將要對想開槍的光頭老鼻梁 並向帕一訴說著 他的心從沒像現在這般如此動搖 帕一則順勢點醒凱撒 其他是表達內心情感的樂器 技巧也只是輔助表達感情的工具而已 要是凱撒能敞開心胸 也能夠達到這個境界 不過凱撒終究還是放棄了 他在這場決鬥之後 再也沒有回到舞台上表演 歐朗與帕一也接著拿起樂器 加入翔羽公太郎的演奏狂歡派對 與所有觀眾們一起度過最美好的夜晚 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帕一邀請翔還有偶人一起到洛杉磯重組樂團 在美國歌壇上發光發熱 而公太郎並沒有跟著來美國發展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心細著麻油美 不過翔羽公太郎的緣分並沒有分隔兩地而斷絕 新的樂團成員也將在第七部千葉流篇登場 如果此篇反應不錯的話 熱血軍會繼續再為各位老粉們做簡單的介紹回顧 喜歡公布旋風兒的朋友們 可請幫忙按讚訂閱加分享哦 如果覺得熱血軍整理的不錯 也可以點擊影片右下角的超級感謝 請熱血軍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您的每一次超級感謝贊助與廣告點閱 都是團隊們創作的動力 讓頻道可以走得更長久哦